他就把我妈妈带来了 跟我父母说是 我打他了 我骂他了 他没有说他动手打我的事 到那里脱了衣服还要打 咱们上我家去闹吗 去了五个人去闹 咱要凭两心说 就是 咱要凭两心说 说瞎话 天知地知 视频中这名情绪激动的女士名叫小行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让小行当众与婆婆吵得面红耳赤呢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婆婆黄阿姨上场说起 谁料黄阿姨刚一上场 说出的话却让众人感到匪夷所思 大舅是什么人呢 我也不知道不认识吗 那按理说孩子叫大舅 应该是您儿媳妇的哥哥或弟弟 对 他就一个哥哥 我给他 我回望孙子了 不是的 作为一个婆婆 黄阿姨自然不希望儿媳给儿子戴绿帽子 可黄阿姨凭五岁小孙子的同言同语 就怀疑嫁过来多年的老是儿媳 这未免有点过于偏见了 但看着她笃定的态度 难道说 黄阿姨找到了别的证据 能够证明儿媳真的出轨了吗 没有证据 我能敢问她吗 但是你心里认为儿媳妇外面到底有没有人呢 老是闹着离婚 他要是不离婚 我也相信是吧 他老是一打电话就离婚 一打电话都是闹离婚 他不是开那个店吗 我去的时间在那给人家讲话 那外面有好多人 我不能给他吵架是吧 我叫到屋子里面给他讲 我说 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儿子 前年说离婚离婚了 我说 他说的那个 你省了儿子没用 你省儿子干嘛 我儿子怎么没用啊 他说他们两个没有夫妻生活 他说我儿子没用 我说儿子没用 我孙子 干嘛来的 对吧 当时我脑子就蒙了 他给我吵忙 他说 我不想受一辈子活寡 就是为这个理由招借口 正是因为小行整日吵着闹着要离婚 加上明里暗里嫌弃丈夫的话 才让黄阿姨更加确定 小行就是在外面有了男人 于是便在街上与儿媳大打了一架 可让他没想到儿媳竟在打架之后 狠心贴下孩子 在外面一个月都不回家 看着孤零零的孙子 黄阿姨只好大度的表示 只要小行回家 那么他就可以原谅小行的错误 可事实真如黄阿姨说的那样 小行是不守复道的女人 不料小行的上场 让整件事来了一个大反转 他老是说是我儿子说的 其实是他自己说的 他老是说是我儿子说的 小孩其实并没有说这事 还有就是我老公 我就是打电话 说我儿子不接了 也说是我教的 小孩不让接的 本来说我们没有事 他可以挑拨成有事 去的时候他就是找事的 我在那和房东在那边说话 他就说你过来一下 我问你点事 一开口就说 你们到底还想不想过 我说就是过又怎么了 不过又怎么了 是我和他儿子之间的事 然后就是越说越多 他就动手了 你说我儿子有病 我说儿子有病可是看好了 你说你知道知不到 我说我知道 你说你知道我也知道 我自己两个人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我给我儿子 就看医生了嘛 看医生了 医生怎么说 我没不知道 我说你就骂我呀 那你有没有骂我呀 我还敢骂你吗 哎呦你不敢骂我 都可以打我是吧 现在有多少婆婆 打人媳妇的 你这样骂我肯定要打你了 小行刚一上场 婆媳两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显然两人的关系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在小行看来 是婆婆先找事挑拨 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才导致如今要离婚局面的发生 自己还没找婆婆理论 没想到婆婆到恶人先告状起来 竟然还污蔑她有外遇 试问哪一个做媳妇的 能接受这样的污蔑 既然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 为什么还要继续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呢 那么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让小行下定决心 离开这个让她不堪的家庭呢 去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工作 她儿子在武西工作 有一次她就骗着我们让我们回来 说我儿子有重病住院了 不回来不行 下车了之后 她儿子就问她让我们回来干嘛 她说回来离婚 小行的一番话 让全场观众瞠目结舍 没想到一开始嚷嚷着要离婚的 竟是黄阿姨 这和方才黄阿姨说的话 完全相反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阿姨不是为了孙子 希望这个家完整了 怎么会早在一年前就提出 让小行离婚呢 不是我骗了 我也不想听到人家乱七八糟的讲 自己家里儿媳妇 我也不想让人家说三倒四倒是吧 人家去给我讲这个 说他外边有人了 怎么怎么了 就这样讲 我就一开始我说 我说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他说你不相信 他说什么时间什么时间 你说记不 原来黄阿姨本意并不是强迫小行离婚 而是为了进一步 核实村里的流言蜚语 才用这种办法将小行骗回家 可是想不到 小行在得知事情的真实缘由会异常气氛 一口咬定婆婆无限的 更是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为了让小行留在家中 断绝她和其他男人的来往 黄阿姨竟然做出了一个无比惊人的举动 将让我孙子有个马 有一个完整的家 你说我说错话了 好 我就错了 我赔礼道歉 我下跪 给儿媳妇跪下了 下跪了 我说 你要什么时间 原谅我 什么时间 我就站起来 跪了好长时间 好长时间 他就说 你起来吧 他说 好 我就起来了 我就去睡觉了 母爱若水 无微不至 对于黄阿姨来说 她可能不是一个好婆婆 但是她是一个好母亲 好奶奶 为了让这个家保持完整 强势的她能甘愿放下身段 对小行下跪 可她被小行带来的伤害 却不能被一个下跪抚平 所以当面对婆婆下跪求情的行为时 小行的反应让众人直呼结计 睡觉了 不知道什么时间 她就走了 翻墙走了 翻墙走了 夜里 十二点钟走的吧 走到那个县城里面 我实在不能忍受 碰见不讲理的人 谁也没法 他就是这样逼我 他逼你什么 让你留在家里是吗 对 还有他儿子 就是我上个厕所 他也看着我 上厕所还看着 对 整人那样看着你不会走了 看没看你没心理清楚 多年来 与婆婆共同生活的小行 早已摸清婆婆的性子与为人 所以在面对婆婆的下跪道的绑架时 小行是一点都不惯着婆婆 不过说到底 黄阿姨也是她的婆婆 有些事情做得太狠 难免会被扣上一定不笑的帽子 而小行一直不说的原因 也是觉得没必要把场面闹得太难看 因为小行觉得 她和婆婆的关系还没到撕破脸的地步 毕竟她和丈夫的孩子 到现在也是让婆婆养着 没料到婆婆会在现场再度提起此事 所以小行更多是想借着平台 哭诉这么多年来遭受的委屈 本来我的事情 我在家里面是最小 我有两个哥哥 我大哥出世已经不在了 我不想再因为我的事情 我爸爸身体也不好 再因为我的事情让他们操音 让他们难过 所以我的事情 我过得好不好 我从来不说 每次就是吵架不吵架 我到我妈那里 该说说该笑笑 我从来也不对他们说 你能跟我讲讲 当时你翻完墙 一个人走在无情抹黑的路上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感觉对那个家 没有什么可在留恋的了 黄女士你说是 什么时候发现儿媳妇不见了的 四点多一点 那你没觉得 用这样的方式做的不对 我没帮架她呀 她不是说上厕所都有人看着吗 瞎话 没人看的 我只上厕所看着她 她能走到家吗 或许在这个时候 要是婆婆对小刑道歉 也许双方不会闹得不堪的地步 可惜有些事情 不是小刑能做主的 当小刑决定要与丈夫和平分手 给大家留最后一点体面的时候 黄阿姨的一句话 再度惹怒小刑 既然铺好的台阶你不愿意下 那她倒也不介意拆了这些台阶 接下来小刑说出的秘密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炸毁黄阿姨的虚伪嘴脸 炸得在场观众久久不能回神 她现在想要钱 想要什么钱 可能就是想要开店的时候 她拿的钱 借给你的钱 对 黄女士有没有这回事 我给她这样讲的 要是过的那都好好的过 不过的那又和平赏 我就这样讲的 我借给你一万块钱 你还我 你们两个财产怎么费 我不管 只要还给你结婚就能离了 是吧 她说我没有借条 她这样讲的 她说的都是瞎话 以前我也不希望她离婚 我喜欢她离婚 我给她 她开店我拿钱吗 小行短短几句话 却让黄阿姨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众人不禁好奇 黄阿姨不惜下跪挽留小行 是真的为了孙子的幸福 还是担心离婚后 借给儿媳的一万块钱要不回来 她到底在盘思什么 而她对儿媳妇的种种怀疑又是否成立呢 还是说所有捕风捉影的谣言 只是黄阿姨把小行牢牢拴在身边的借口呢 对于黄阿姨和小行的婆媳矛盾 一旁的评委老师又有什么看法呢 您想让儿子离婚 还是不想让儿子离婚 不想 传达不想 对吧 但是实际上所有的方式在一步一步的 您在帮着媳妇跟儿子离婚 我真没见过给儿媳妇下跪的婆婆 从来没见过 您那一跪 会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行为 我们情绪上接受不了的 我们永远接受不了一个长辈 给晚辈下跪 二一点 如果说您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让儿媳妇难看的话 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只会激化矛盾 因为您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办的人 儿媳妇同样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一家人不要互相处来 正如评委老师所说 从黄阿姨上场至今 一直在树立一个 为了儿子甘愿付出一切的慈母形象 口口声声为了儿子向小行认错 希望小行可怜可怜的 可他的所作所为却在激化离婚 跪地行为乍一开始令人同情的可怜母亲 实则是让小行陷入难堪场面的罪会祸首 即便黄阿姨不承认 但在他下跪的那一刻 心里闪过的人是 我这一下跪 我看他怎么办的想法 因为只要这些事情传出去 众人攻击的对象永远是 不孝顺不守复道的小行 当然做错事的不止黄阿姨一人 小行在很多方面处理的也不到位 儿媳妇啊 无论今天啊调解结果怎么样啊 在这里我都得跟你说两句 第一个 对面这个人是你的婆婆 她是一位老人 无论你在这个家受过多大的冤屈 你两个之间有什么的恩怨 不能跟婆婆说出那么大逆不道的话 这个点你必须得清楚 第二个 婆婆动手打你了 你可能自己啊 说正当的一个防卫行 但绝对不能跟婆婆互相动起手来 还互相把婆婆头发都给薅下来了 她薅掉我的鼻子 我知道啊 你听我说啊 你现在也是当妈的人了 听明白吗 有可能有一天 你儿子也娶个媳妇进门 你希望你的儿媳妇 在你说她两句之后 也跟你大打出手 或者说那么骂你吗 你能换位想一想吗 这都不是你婆婆是个老人 你也不能那样啊 就是我们做人起码的一个修养和礼貌 对不对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而婆媳关系便是其中最难的经 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代购 往往会导致同一件事情产生不同的分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庄庄渐渐积累到最后 只能是撕破脸皮的结果 而且一旦没忍住爆发了 眼前的糟糕只会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越来越严重 但这并不代表婆媳矛盾无解 若是在遇到分歧时 小型丈夫能够站出来调解 也许就能平衡小型与婆婆之间的关系 可从头到尾小型的丈夫 也没有站出来 她在想什么呢 她今天又是否会来到现场 直面曾经逃避的难题呢 这边是您母亲的座位 这边是您妻子的座位 接下来你可以自己选择 是坐在那边的空椅上 还是坐在妻子这边的空椅上 好 赵先生选择坐在妻子的身边 你为什么选择坐妻子那边 我认为随便坐哪边都可以 只要我妻子能够回心转意 她不跟我提出离婚 以后我母亲绝对会原谅我的 会原谅我坐在我妻子这边的 你意思是说 如果你这时候坐在母亲身边 妻子就未必会原谅你了 我认为坐哪一边都无所谓 那你为什么要坐这边呢 我想挽留我的妻子 是发自你内心的想法做法吗 是 我不想跟她离婚 一边是母亲 一边是妻子 面对与自己最亲近的两个女人 小娇不假思索选择坐在妻子身边 此时黄阿姨却无奈地将头扭向一边 可令人不解的是 这个看似表明立场的选择 小娇竟然给出了无所谓的态度 她真心想挽回妻子吗 如果妻子执意离婚 她要如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对于妻子和母亲的矛盾冲动 小娇又会怎样处理呢 没想到接下来小娇说出的第一句话 就让众人替小刑感到不值 如果假如我妻子跟我离婚的话 她自己的钱要还给我 为什么 因为从我和她结婚以来 就是我的钱全部在她那里 我到现在就是她有两张银行卡 而我现在一张银行卡都没有 那你今天来到底是想离婚还是不想离婚 不想离婚 我一点都不想离婚 那你把这个想离婚之后的打算 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还不想离婚 因为她老是跟我提出来离婚 我自己想这些事情 我认为也可以的 那这次妈妈跟媳妇之间打架 你什么感受 我认为错绝对是我妻子的错 为什么你今年都26岁了 你能讲出来这样的话 这个我认为是我妻子的错 那你回来之后想过什么补救措施吗 我想过了 想过了但是 我妻子现在跟她也沟通不了 你想的措施是什么 你说出来给我听 我想的办法就是 先让我去冷静一段时间 然后我再跟她讲这个事情 你都认为是她的错 你打算跟她讲什么呢 讲些让她就是 之前我母亲对她的好 还有我不舍得放弃这段感情 小娇话虽少 但次次都刷新众人三观 都说婆媳关系 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关系 是一道无解之体 但比婆媳关系更可怕的是 一个无法明辨是非的丈夫 小娇一边和妈妈讲情 却一边要求妻子讲理 这才是最大的矛盾所在 小娇啊 你觉得你是一个多疑的人吗 是个疑心重的人吗 我感觉我有点多疑 你不是有点 你特别 特别 你特别多疑 你计较吗 心胸开阔吗 我心胸开阔 你心胸开阔 你心胸一点都不开阔 你计较透了 你妻子外遇这件事 到现在真有假有 你还是没说清楚 对吧 有点我想想就是 我儿子跟我讲了哪些话 你26了 你儿子5岁 你妻子有没有外遇这点事 你自个儿还都整不明白呢 你觉得你5岁的儿子 能整明白 5岁还不到 你怎么就那么爱听 让自己糟心的事呢 你还告诉我你不多疑 你觉得你能听明白他说话吗 我都怀疑你能不能听明白 你妻子到底想跟你说什么 一个成年人竟荒唐的信服5岁小孩 说出去恐怕都笑掉大牙 正是由于他胡乱的怀疑 再加上小娇一次两次忽视与小行的沟通 才让这个家庭朝着分离的方向高歌猛进 你知道你们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吗 你们家所有的人都是听风就是雨 听个孩子说两句有一个大舅 立刻就认为大舅就是这个 可能一个出轨的对象 然后来了一个电话 没有说话 就认为这个人肯定是跟他有安眉关系的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证实过 没有证据 只是通过猜测 把这个事情定成定论了 就是真的 然后又碰巧这个媳妇又不是一个爱解释 也不愿意去搭理你们这种 她可能觉得我没这样 所以我不管你们爱怎么怎么说 你们家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落地 所有都在空中飘着 就都是你们以为的 或者你们听说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家如果想解决问题 首先你们要自己好好反思 你们的这种思考方式 和你们处理问题的这种方法 这场是可能一个坏人都没有 但你们的这种特别自我的这种状态 会让一个外人进来的外人觉得 他完全不被信任 完全被排斥 而且他是没有任何办法走进你们这个家庭的 所以他宁愿选择走 评委老师们的话 虽然难听 但却恰恰表明了这个家存在的问题 忠言逆而立于行 评委老师们把话说得如此重 也是为了小娇一家的和好 那么在评委老师们的苦口婆心下 小娇与黄阿姨是否意识到错误 向小行道歉 挽救摇摇欲坠的家庭呢 反正以前 有我跟我妻子说过什么 刺激她的话 这个我向我妻子说什么对不起 妈妈呢 婆媳之间的问题 你打算怎么解决 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妈妈说的 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跟妻子说的 现在你都可以表态 儿子对妻子的一声道歉 让年迈的母亲潇然泪下 母亲的泪水似乎饱含着无尽的委屈 也许是儿子的低声下计 让她心声不满 也许是儿子的道歉 深深刺痛了她心底最柔软的神经 也许是为了儿子的婚姻 她甘愿忍气吞声 那么小娇的告白 能否得到妻子的原谅呢 所以你现在是铁定了心了 不管婆婆还干不干涉 你就已经决定了 旧梦可以重温 破镜不能重圆 在小刑最需要丈夫理解支持的时候 小娇却一次次缺席 她以为这种办法不会伤害小刑 可实际上早有无数把刀插进小刑的心脏 伤势可以痊愈 伤痕却不能消除 所以最后小刑没有原谅小娇 这样做 小刑不仅仅放过了小娇 也放过了自己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男人要想处理好婆媳矛盾 务必要一碗水端平 你和妈妈是亲情 和妻子是爱情 若是和妈妈讲情 就也要和妻子讲情 若和妻子讲理 就也一定要和妈妈讲理 这才是婚姻中处理婆媳问题的最好办法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您有红标的感情